有一种药 号称能预防男性出轨 真的有效吗 大家好是丁医生 其实在网上吵得很火的 这个防止出轨的药物 叫做乙烯瓷粉 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非炸体雌激素物质 在临床上呢 乙烯瓷粉能用于 必经、子宫发育不全 功能性子宫出血 以及微绝经期综合症 等疾病的治疗当中 此外呢 它还能提高子宫基层 对催产素的敏感性 帮助医生进行死胎 引产前的准备等等 这样一种药看样子 跟男性八干都打不着 是怎么防止出轨的呢 其实呢 是因为长期使用 疑似瓷粉呢 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影响男性性功能 导致男性第二性能萎缩 这么可怕的药物 真的能随便买吗 丁医生明确告诉大家 乙烯瓷粉呢 属于处方药物 不能随意购买 但如果在购物平台上 搜索乙烯瓷粉 还是能看到 某些平台上 仍然有一部分商家 在擦边售买 点开一看呢 有些产品看起来 就像是化学原料厂家 直销一样 连具体的商品介绍都没有 这样的药粉 真的能给人吃吗 商家之所以 不敢标明详细介绍 就是因为网店里 是在擦边销售 很多人跟风购买 也是在铤而走险 像这种自治不全的 小网店出入的药物 是否有效 是否安全 都无法做到保障 另外呢 在医生没有 开具处方的情况下 随意出售处方药 这种行为呢 属于违法行为 而且在我国 如果销售的电商 在未取得药品 经营资质的情况下 销售一息雌粉 很可能构成犯罪 所以说 一息雌粉的售卖呢 是有相关监督管理的 并不能随意购买 想买这类药 来防止另一半出国的人 还是尽到打消念头吧 一旦走上这条路 不论是感情 还是办理的身体 最终的结局 都是不可逆的 其实呢 不单单是乙息雌粉 在日常生活中 还有些常见的药物 也可能对男性的身体 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比如说 部分的降压药 盖结康剂 血管紧张素 转化为抑制剂 以及血管扩张药 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遵易住 不然呢 稍不留意就可能伤身 总之呀 情感不能乱放 药也不能乱吃 让另一半 在不知不觉中 吃所谓预防出轨的药呢 是一种投毒的体现 实在是得不偿失 是药三分毒 药物使用不当呢 可能会带来 不可逆转的影响 凡是多沟通 通过正当途径去解决 即使说再见 最好也给对方保留体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丁医生 关爱健康关注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